1992年9月12日上午10点23分 奋建号航天飞机的三台主发动机一次点火 随后左右两个固体助推机也点火 在强大的推力下 固定用的爆炸螺栓也纷纷起爆 奋建号挣脱了引力的束缚 从发射台上徐徐升起 朝着太空飞去 各位有所不知的是 航天飞机上有一对夫妇 他们是马克 李和俭 戴维斯 NASA曾不成文规定 宇航员夫妻不能同时上太空 此时的NASA尽管对此很是恼火 但却只能望空心态 为何夫妻不能同时上天 很简单 1986年的挑战者号航天事故 则让大家意识到 夫妻一起执行任务 万一要是遇到像挑战者号 这样凌空爆炸的事故 100%没有可能生还 果然2003年 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 在返回途中失势 7名宇航员全军覆没 连尸体都没掌权 马克和简斗士 NASA的宇航员 在一次训练任务中认识后 这对年轻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不过两人都选择了保密 认为这样更具浪漫色彩 1991年1月 马克和简在没有公开的情况下 举行了婚礼 连马克最要好的同事都没有告知 一直到奋金号的 STS47航字任务前夕 这对夫妻才向NASA坦白 发射在即 更换人员已然来不及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这对违反了规定的夫妻 飞向太空 他们或许是第一对 但也可能是最后一对 一起执行任务的夫妻 在航天飞机任务中 他们有很多机会在一起 航天飞机也比飞船要大得多 机头位置有飞行甲板 包括成员顶层 驾驶室 还有中层甲板 包括设备舱 休息区 厨房 医疗设备和卫生站等 所以 航天飞机内部还是比较宽敞的 在这夫妻俩 回到地球后 总是有人不怀好意 又装作漫不经心地问他们 究竟有没有在太空发生过亲密事件 不知道 这俩人是约好了 还是真的没发生 每次得到的答案 总是否定的 一直到他们1999年离婚 也始终是这个答案 人类总是好奇的 喜欢去套问人家的一些隐私八卦 但 Sexin Space却是一个正儿八经的问题 它关乎人类的未来 因为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相信 人类的未来一定会走向太空 在太空完成繁衍大业 那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在太空到底有多少障碍 相信很多朋友都在电视剧 或者电影中 看过电影主角和美女 在太空中共度粮消 但事实上这些所谓的 POSE都是无法实现的 印第安纳州安德森大学的 米利斯博士 有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 要想在太空完成亲密行为 就像在跳伞时的自由落体过程中 试图完成这个任务难度是一样的 所以很难不是吗 显然 各位把问题想简单了 因为人类要在太空中完成繁衍任务 还不止这些困难 可能有一些问题 是你所无法想象的 首先就是失重状态下 血液分配的问题 人体是一个适合一个 G重力加速度的生物 这血液分配在地球上 就是为了照顾头部的 要不然都沉到脚上上去了不是 但到太空猛逼了 这血都往脑袋涌 这也还好 就是脸有点浮肿 但这样其实也没事 可思密事业 需要血液往下面走啊 所以到太空后 十个大老爷们 可能有九个啥想法都没有了 都给失重给整围了 另一个则是接下来的问题 太空辐射比较强 这成人那么多细胞 被高能粒子轰击几下 也没啥事 但要是思密成功 这受精卵刚刚分裂 就被高能粒子击中了 这可咋办 当然前面八字还没一撇呢 后面的事情 显然是想多了 不过失重状态下 对人体影响可是多着呢 上文就对亲密事业 有影响的搬出来说说 别的就看图吧 反正影响还是挺大的 Sex in Space 究竟有没有发生过 早期人类的航天 都在狭窄的飞船中度过的 甚至包括阿波罗登月 也仅仅是飞船而已 但在1970年代时 苏联率先开始建设空间站 多次迭代之后 到1976年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 大型空间站 和平号出现了 允许多组宇航员 连续停留数月 不仅空间很大 而且还有男女宇航员 组合执行任务 而美国用土星5号 改装的天空实验室空间 更是大到离谱 尽管模块化 要比和平号要低一些 但架不住其巨大的内部 可使用空间 此后则是美国 发力航天飞机建设 而苏联则一直维护空间站 直到两国致力于 建设国际空间站 因此 从1970年代开始 媒体以及公众 都在询问这样一个问题 What would it be like? Would it even be safe? 它发生了吗? 它会是什么样子? 它甚至会安全吗? 让大家比较郁闷的 是这个问题 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因为无论是NASA还是俄航天局 对于这样的问题 一直都是一口回绝 直接了当地给出答案 没有 不曾发生 没有发生 未来也没有计划 另外比较有趣的是 2007年5月 英国卫报披露了一个 令人震惊的消息 把国著名科普作家皮埃尔 科勒在最终任务和平号 人类历险记中描述的 NASA在1996年时完成了任务 而完成了这次任务的行字是 STS-75 JPIR 科勒一定是信口胡说 2021年9月12日 康考迪亚大学的心理学家 马利亚 桑塔吉达 与全球志同道合的科研人员 一起向NASA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议题 休斯顿 我们有麻烦了 如果我们希望长途旅行并成为星际物种 爱河性需要在太空中发生 但太空组织还没有做好准备 NASA在过去的数十年中 已经对动物在太空生殖做了深入的研究 包括果蝇 蠕虫 蜗牛 水母 鱼 青蛙 鸡蛋 和镍齿动物 其他研究也还使用了公牛 以及人类的精子等 并有几个太空机构和外部研究小组 已经就太空对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的影响 进行了自己的研究 不过有时候研究结果也自相矛盾 比如Alex 雷安·黛克和Shauna 潘迪尔在2018年发表的一篇评论就认为 这些数据不足 且经常矛盾 而且他们认为 在动物模型中收集的数据可能 不一定适合人类 没有研究过亲密关系 也没有研究过 人类在太空的性功能和幸福体验 也没有研究过 这些会如何影响机组人员的表现 不过 NASA也似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纸上谈兵是不行的 已经开始公开讨论这些问题 这也是一个进步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NASA未来执行的国际攻坚站特研计划 以及阿尔推弥斯计划 或者NASA公司的预算项目中 还看不到这样的正式研究计划 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